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就跟大家說說TVB 尤其是說說曾志偉、志偉生 今次TVB發生了什麼事呢? 日前就有一些高層變動的傳聞 事源是因為TVB早前公佈它的中期業績 較去年已經虧了兩點幾億 今年的上半年虧了4.07億 即是說志偉自從上任了TVB總經理之後 業績就沒有看到什麼起色 他本人也因為身體出現毛病 近日去了台灣做動物樓的手術 報導傳出說他會PATPO 而這個主席許濤也會一起離開TVB 由78歲的何定君接任曾志偉做總經理的一職 說到這個傳聞言之作作 既真又假 這個報導也說TVB會把節目製作的基地移到內地 就由明年的5月開始 所有劇集都會轉到內地搭景拍攝 包括本地廠景只會留給愛輝家 以及拍一些綜藝節目 即是可能是掌門人等等 其他全部劇組都會把大陸實行開圓折扭 目標是靠內地市場救忙地說 這個傳聞在昨天在網上傳到言之作作 又說智偉心灰意冷 說了很多傳聞等等 這些傳聞很多時候都傳得一排 TVB通常都沒有什麼反應 但這次就不是 可能涉及到一些主席 也牽涉到總經理 可能TVB有這樣的事態嚴重 於是昨晚也出了一個重要的澄清在他們自己的Facebook 社交媒體也傳給各大傳媒 他就說 注意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TVB報道 內容包括嚴重的不實資訊 這個報道誤導性宣稱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主席許圖 和總經理曾志偉先生職位的變動 我們在此聲明這個澄清 報道所謂的人事變動和廠房調配 純屬虛構完全沒有根據 而事實就是許圖先生和曾志偉先生 將會繼續帶領我們集團營運前進 意思就是後面那些就不想說 主要就是澄清 這個人事變動和廠房調回大陸是一個不實報道 完全沒有根據這樣說 不只 昨晚出了這個報道之後 今天直到下午4點多的時候 就叫了各大傳媒 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由主席許圖和副總經理曾志偉回應事件 志偉是用視像的 在這個張家電視城辦公室大樓高層10樓舉行 由主席許圖親身出席 志偉就以視像會議形式出席 都相當大陣仗 現場 我想大大話話都兩三十間電視台都走上來 看看他有什麼說 也可以看到今次這件事 TVB都極度重視 不僅火速在昨晚回應 更加在下午4點就開了記者招待會 交代事件的過程 主席許圖率先在記者會上說 針對廣泛不實報導 我想澄清和曾志偉先生會離開TVB崗位 絕非事實 事實上我昨晚才開完公司董事會 和董事們商討發展方向 另外我作為公司的執行主席 亦和股東有常態性的溝通 認為我們是最適合帶領TVB改革團隊 任何一間上市公司 關於高級行政人員變動的消息 絕對對股價是敏感的訊息 而我們TVB昨天也發佈了中期業績 在媒體上流傳的這些不實報導 可能會對公司的股價有所影響 所以今天要嚴肅處理這個問題 按照公司程序 將這件事交給相關的執法機構 即是說如果有些報導 對TVB有這些不實報導 而影響他們有相對的行動 至於記者就問到智偉現在的健康狀況 他自己就說簡單交代暫時就不可以喝酒 要再等兩個星期左右 他就說做微創手術 在血管上加一個支架 其實十幾年前已經知道要做 不過要一直照顧 疫情三年期間沒有回來 所以就要做了 以前是大手術 現在科學昌明左 屬於微創 大家不用擔心 同時也可以告訴大家 為何TVB這次這麼緊張 因為你作為一間上市公司 如果有高層的人事變動 隨時股價就會再不穩定 本身已經是虧了幾億 再這樣搞一搞 讓人多煲兩煲 直接連股價再一次受挫的時間 可大可小 上市公司要和董事和股民交代 大家都知道 過去TVB都被很多股民 救病說他們表現不好 又不夠透明度 又不進取等等 這些負面新聞 這幾年都不絕於耳 所以主席也有責任 走出來和大家澄清一下 這些所謂的不實報道 傳媒問起志偉的健康情況 他就說一定是有影響的 原本我回來就安排了跳水和跳降傘 放心吧 大家如常都沒有太大影響 當然是開玩笑 什麼跳水跳降傘 我會盡快回來和大家見面 他對於報道的感受 他就說這個手術不能笑 所以看到報道之後 只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即是和梁朝偉的報道一樣 他又走出來澄清 我又走出來澄清 都很無謂 作為一個藝人 什麼都有人說 但是牽涉到公司 就出來說兩句 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小事 一側得淡笑 但為什麼報紙會報道 這個是很大的疑問 即是他意思是 其實這件傳聞 對於他來說 就不是什麼大件事 不過 為什麼媒體 拿來大做文章 這個才是他認為大件事 為什麼大家會看到他這樣呢 就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他遲退TVB主席的阿許濤 除了讀出上述 剛才說TVB在媒體所報導的聲明 以及接受媒體的訪問之後 也都讚揚智偉 他說智偉 比他實際年齡 年輕的30年 這個是我保守估計 他的精神狀況比實際年齡 年輕的40年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好幫手 也是一個很好的Leader 是人都要有一段時間休息 而現在就是他休息的時間 他休息之後 很期望他會承擔給現在更多的工作 即是說呢 在這番的說話裡面 就肯定了智偉的貢獻和地位 即是呢 變成也都澄清了 之前說 TVB虧錢 虧得很緊要 很劫 然後智偉心灰意冷的主席 又對於智偉的表現不好 而自己又會離任 一次他就澄清了這幾個傳聞 他自己本人走出來說 當然沒有走到 也都同時肯定智偉過去 在TVB的貢獻 也都希望他之後 繼續可以給多些責任給大家 在TVB裡作出貢獻 即是說 肯定了智偉呢 短時間之內就不會走 一次過呢 就澄清了幾樣東西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有人 就惡意主TVB 都很明顯 趁著智偉去了台灣做手術 沒有出席 這些傳聞就馬上說 他會不做辛苦意冷 再加上虧錢 業績人不好 亦都傳了許濤離任的消息 這次呢 兩個人就一齊走出來 希望都可以穩定軍心 對於我們觀眾來說 我們又不理這些事情 人事變動 吃花生的 最重要的TVB就是 拍多一些有質素的節目 無論是劇集還是綜藝 我管得你在哪裡拍 總之我們作為觀眾 只看一件事就是 好看還是不好看 就是這麼簡單的 好今集跟大家說TVB的消息 就講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都歡迎你留言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今集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